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671章陈元段 不是 妙善的目光别在一边 他不愿意和叶浩轩对视 这是事实 你不能否认 叶浩轩道放手吧 你师父把你交给我 为的就是让你度过这一次陈元 早日看破红尘皈依道门 我不想辜负他的期望 也不想伤害你 感谢你这些天来的照顾 但是我的陈元 真的还没有断 妙善淡淡的说 执迷不悟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道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回不了头了 妙善微微的摇摇头 他右手一展 休一声轻响 剑出现在手中 他右手缓缓地试过剑锋 把剑平指前方 此剑名为 离情 你确定要这么做 如果你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 叶浩轩看着他手中的剑淡淡地说 我决定的事情 从来没有改变过 妙善笑了笑 他有些凄凉地说 叶浩轩 动手吧 不要跟我客气 杀了我 你想以死来解脱 叶浩轩看这妙善道 但你要清楚 死不是唯一的道路 而且你死了 未必就能解脱的了 死了 就解脱了 妙善眼眶 微微有些发红 你本在三弦山过这与世无争的日子 你不该伤心的 不管是为情还是为了其他的东西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道 放手吧 回去好好修道 你的成员已经断了 不 妙善摇摇头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如果成员已断 我的心就会跟着死 但是 我现在还没有死心 你没有死心 那是因为你还对他抱有一丝期望 但是这一次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叶浩轩摇摇头道 你甘心为他付出 换来的是什么 背叛 欺骗 这个世界上 怎么有你这么傻的人啊 叶浩轩 不要再说了 亮出你的剑吧 妙善摇摇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手中的离情 缓缓抬起 在半空中滑出一个圆弧 虚空微微的有些碎裂 一个肉眼不可见的青色太极随着他的剑缓缓地形成 他的目光也渐渐地变得清冷 太极玄青剑 叶浩轩摇头道 你师父当初教你起剑事的时候 应该告诉你 此剑要求的是星星上的平和 但是你现在的情况 真的能嫁奴德鸟这剑绝吗 事事不就知道了 妙善手中离情向前一指 脸部轻移 快速地向叶浩轩出来 十多丈的距离几乎是转瞬极致 中途中他右手微微地一颤 手中的剑尖骤然颤抖了起来 在这一瞬间他手中的离情挽出了数十朵剑花 向灵玉洲身上下所有的死穴触弓去 太极玄青剑 剑化太极 伤人于无形 这是道家仪式很古老 但是杀伤力很大的剑 叶浩轩的身形微微地向一侧一偏 他右手大开大合 右手一并 一掌向妙善的剑身上拍了过去 嗡 一声轻响 妙善右手剧烈的一阵 他手中的剑几乎要丢到一边去 他的胶躯一阵 身形向一侧歪去 一连退了数步 妙善才占定了身形 他惊骇地看着叶浩轩 一时间没有想到 叶浩轩竟然有如此强的战斗力 他知道自己不是叶浩轩的对手 但他是三弦关的第一人 他认为 就算是差 他和叶浩轩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今天一交手他才发现 他和叶浩轩的差距 简直是天地之差 他把剑换到了另外一只手上 他微微地活动了一下右手 然后双手持剑 紧紧地盯着叶浩轩 一点也不敢放松 放弃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叶浩轩淡淡地说 就算不是你的对手 我也要和你战到底 妙善突然一声清喝 他再次向前冲去 数个大步踏出 他双手的剑突然向前一斩 然后一剑挑出 数到剑气骤然形成 妙善所发出来的剑气纵横交错 把叶浩轩的身形都覆盖到了剑角之中 叶浩轩缓缓地向后一退 他的身形骤然在妙善的跟前消失 然后如同鬼魅一般地出现在另外一侧 羞羞羞树声破空之声响过 数到剑痕出现在叶浩轩 刚刚所站立的地方 一块埋在雪地下面的巨石 被三道剑气给斩成三部分 你的修为 已经是天境修位了 妙善吃惊地看着叶浩轩 他一时间感到手脚冰冷 二十多岁的年纪 就拥有这天境的修为 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敢比叶浩轩再逆天一点吗 前段时间在窝国的时候 侥幸突破了天境 叶浩轩淡淡地说 苍天对你果然是厚爱啊 妙善点点头 他手中的长剑一转 再次指向了叶浩轩 放手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叶浩轩摇摇头道 呵呵 现在我还没有死 只要我不死 我就会和你死战不休 妙善笑了笑 他手中离情止地 再次向叶浩轩快速地掠进 修 又是一道剑盲行程 妙善的神念紧紧地锁定了叶浩轩 长剑之上清光弥漫 这是他发出最高水平的一剑 执迷不悟 叶浩轩微微地摇摇头 这一次 他没有退 他迎着妙善冲了过去 中途中他右手剑指一并 一道剑气冲天而起 修修 轻盲肆意而去 两人的身形交错而过 叶浩轩收回右手的剑指 他叹了一口气道 你的陈元 已经断了 回去吧 好好跟着你师父修道 说完之后 他不再回头看自己的战绩 举步踏上一班画坊 然后发动了机器 在轰鸣声中 那艘小小的画坊 向青阳湖的深处流去 妙善始终保持 这那一剑斩过之后的姿势 两久 他才收回剑 并缓缓地站直了身子 钉 他手中的剑落在雪地之上 扑扑扑树声响 他身上炸开了数个血洞 他一口鲜血喷出来 身子猛地向前倒去 扑通 妙善的身形扑倒在雪地上 鲜血从他的霜肩流出 一抹白气 从他百会处冲天而起 气散百会 这代表着他这一身的道力 消失殆尽 他苦修数十年的道家绝学 从此算是废了 妙善强撑这从地上坐了起来 他的脸色如同白纸一般 他望着青阳湖正中间的那艘船 露出一丝凄凉的笑意 他喃喃地说 我能为你做的 只有这么多了 沉缘已断 我是时候回去了 他捡起地上的黎晴 是去黎晴剑身上的鸡血 迈着沉重的步伐 向前走去 之前的他走路十分的轻盈 但是修为静诗后的他在雪地里 每走一步都是煎熬 他知道 这一件是叶浩轩手下留情 服说 原来则去 原聚则散 原起则生 原落则灭 正在画坊中商谈着未来计划的两人对湖边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皮肤 微微有些发黑的人 走了进来 这人就是青狼 是一直守在苏家的那个愚人族 青狼 没有叫你 你进来干什么 苏冰云有些不悦地说 青狼不说话 他走到了画坊的正中间站定 看着苏冰云冷笑道 小姐 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笔账要算算了 你说什么 苏冰云的脸色沉了下来 对于愚人族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家伙们真正的当做人看 回味他觉得他们不配 尽管苏家这些年的成就与愚人一族有着抹不开的关系 但是苏冰云叫胡 他们始终不是人类 在苏家 愚人族的地位是最低的 就算是下人的地位 也比他们高上那么一点 而为了保全种族的延伸 所以 愚人族在苏家过得唯唯诺诺 忍气吞声的 像青狼这样 第一次和自己这么说话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我说 我们愚人族 有一笔账要和小姐好好的算一算了 青狼笑了笑 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他向前走了几步 咬牙切齿地看着苏冰云道 苏冰云 你们苏家的人 都不得好死 你疯了吧 苏冰云脸色微沉 他站起来道 现在滚出去 跪在甲板上三天三夜 你刚才的话我当作没听到 呵呵 青狼笑了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 你们整个愚人族的生死 都在我的掌控之下 苏冰云冷笑道 如果你不想死 不想让你们整个愚人族覆灭 最好按照我的话去做 我们愚人族 以后不会再受你这个女人的摆布了 青狼笑了笑 随着她的笑声 听见偌大的一个湖面轰然窜出十余条人影 这些人全是前来驻镇的愚人族 他们把画坊所有的出口 全部戒严 你们想干什么 造反吗 苏冰云大怒 他扯过自己的手包 拿出了一个紫扇木的盒子 从里面取出了愚人珠 高高举起来 对 你也可以认为我在造反 事实上 我就是要造反 青狼一点头道 呵呵 你不顾你们愚人族的安危了吗 你不怕你们愚人族全族被灭吗 苏冰云冷笑道 你们愚人族的命脉 都在我手里掌握着 如果你现在滚下去 自罚落刑 我可以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